我们现在因为是要去教这个电子 电子教材如何制作 那电子教材如何制作 我们用的方法是 你要先想办法做成一个影片 什么东西适合做影片 好 PowerPoint它就可以做成影片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要请你们打开 就是请你先把刚刚这个 请你先把刚刚这个 可能是Chrome 然后先最小化 然后接下来请打开Power 打开PowerPoint 在所有城市 所有城市里面 然后你去找Office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点选档案 然后这边新增 新增 那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们在制作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影片 我们就用它已经做好的一个范例 来去交讲 假设我今天我要上的内容是 认识什么什么课程 好 那所以我们用它的范例 范例里面呢 范例当教我们是用搜寻的方式找出来 好 但是它这边 2010它没有提供那个搜寻 搜寻 好 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我们就点选首页 这边有一个叫做 office.com 这边 我们在这边搜寻好了 在这边搜寻 搜寻什么呢 假设我们要介绍那个新产品 在这个搜寻这边 我们就先找一个新产品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用 用一个训练简报 这个训练简报盒 但是我想用的是office20 microsoft office2007系统快速上手 快速上手 这个 这个 然后点选下载 我的意思就是我请你们 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叫案的时候 是不是你一定会有简报 对吧 就是假设我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简报 然后这个简报叫做什么内容 好 例如说 我就只换第一页 我就只换第一页 然后麻烦请在这个地方就输入 例如说我的是google sweet真好玩 这个课程 所以我就在这边我就输入google sweet真好玩 然后麻烦就打自己的姓名啊什么 你们都是先打月日然后棉 好 这就不需要了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就是我这一份简报 我要把它做成影片 做成影片 好 最简单做成影片的方式 就是假设我现在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它是一个简报档 简报档如何变成影片 在这个地方档案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叫做 储存并传送 储存并传送 麻烦选择这个建立视讯 建立视讯 然后呢 每一张头影片所给它的那个秒数 因为我要做成影片了嘛 所以给它例如说5秒 可不可以设到10秒 可以在这边 好 然后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电脑与HD的显示器 我们一般哦 因为是要放在网路上 所以建议是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960x720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点建立视讯 点选建立视讯之后呢 你看要不要把这幅影片放在什么位置 像我暂时先放在文件底下 它就叫Google Suite真好玩 储存 那接下来它就要去做影片 做成什么 WMV这个影片 好 你就要等它跑完 它就会把这个所有 所有的这个内容 40张 40张头影片 每一张5秒 那就是200秒 做成大概4分钟的影片 可以吗 对 它一定在跑 它一定在跑 好 那最好是做成什么影片 你知道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那个录制 就是配音 你可以把 例如说这边操作 然后正式的把它全部录制起来 像我现在的课程 我用的是这个 刚刚右下角 右下角 我现在就是出现的那个右下角 它叫Kinasia 它就在录制我的画面 然后最后产生也是影片的 好 我只是告诉你们有这个软体 这个是付费的软体 但它有一些优点 它有优点 它可以 例如说 如果上课有 那个外面的那个声音 它其实可以过滤掉 好 还有空气 环境音 这些都是可以过滤掉的 那还有你可能要有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装置 像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收音装置 这叫Polycom 这个就将近要一万块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但它收音表品质是非常好的 看你们愿不愿意投资这件事情 好 我们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要看到 因为它现在一直在转 产生那个视讯 其实做那个影片档不难 真的不难 好了 我现在这边 这边右下角已经没有再跑了 代表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的影片在哪里呢 我现在开给你们看 我的影片在我的文件 叫Google Suite真好玩 这边产生一个35Meg 35Meg的影片 那你们可能也差不多 产生这样大小的影片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上去咯 我们现在要把这部影片 放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了 好 那首先 我们是不是回到 回到自己的 自己的 就是 Google Suite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到的地方 是YouTube YouTube 然后到了YouTube之后呢 这个人 就是我 对吧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到了YouTube之后 这边有影片的上传 影片的上传 然后 你就可以点这个 上传 建立影片 所以 上传 影片 然后 踏上创作者的精彩旅程 就是 我第一次 进入到这里面 所以 就踏出第一步 然后 接下来 使用您的名称 使用自定的名称 好 例如说我现在使用这个名称 然后点选 选取 然后 这边他就会帮我建立了一个频道 好 他这边我是不是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叫 这个的频道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你可以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频道 例如说 这是一个电脑教学的频道 电脑教学的频道 然后 然后接下来 通常 通常 看你要不要去再设定其他的 好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点 储存并继续 这样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频道 这是 你在做YouTube 你一定要有一个频道 好 那这个频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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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分享 这边 这边 这是我的一个频道 可以吗 然后 没有订阅者 我的首页 我的影片 播放清单 可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片 所以我现在我可以点这个上传 上传影片 或者是 因为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频道的上传影片 所以点它也可以 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要习惯点这个 右上角这个上传影片 上传影片 因为以后你不用再设定你的频道了 你只有第一次的时候要先建立频道 以后都不用再建立频道 然后点选什么 上传影片 那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影片 所以点 点这个 点这个 选取要上传的影片档案 所以点了它之后呢 它就会开启旧档 我刚刚的影片放在文件底下的 Google Suite真好玩 开启旧档 然后你总要对这部影片做一点点的说明 好,例如说 这是一部介绍Google Suite的教学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通常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会放置 放置什么 关键字 例如说 关键字有Google Suite 加一个逗号 它就设好了一个关键字 还有什么是需要放的 例如说 这个课程是来自于Google Suite真好玩 然后这个课程是由我做的 好,这都是关键字 让别人去搜寻的时候 可以快速搜寻到的一个重点 下来看你要不要把它设定 放在一个指定的播放清单 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设播放清单的名称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十部影片 我都要到时候放在这个播放清单里面 让别人去找 从第一部开始看 再看第二部 再看第三部 就好像有点像那个 连续句 例如说 后宫甄嬛传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设好一个播放清单 就叫后宫甄嬛传 然后可是你上传的影片会有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总共最后到八十集 然后是不是全部都会在这个播放清单里 所以这个播放清单 其实就是一个大集合 好,我们现在点选 例如说这叫GS真好玩 这个标题 这个播放清单的名称 然后点选建立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这里面可能还看不到 但是稍后你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接下来请你选一张那个说图 说图就是让别人一看就看得到 好,例如说我给别人看这张说图好了 然后点选发布 这样我就有了第一支影片 而且是放在网络上面 然后这一部影片呢 网址在这里 网址在这里 可以吗?看你要不要再分享 分享出去给这个脸书 让你脸书的好友都知道有这一部影片 好,那因为这个内容并不是真实的 Google Suite真好玩 所以暂时我就不介绍分享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有这一部影片了 重点是请把这部影片 请把这部影片的网址复制起来 请问一下月后你找得到这部影片吗? 找得到 你只要输入关键字 而且完整的关键字 举例来说 像我刚刚打那个关键字嘛 我就先到那个YouTube 然后我打的是什么 Google Suite真好玩 还是找不到 真的一定要打刚刚那个网址 真的一定要打刚刚那个网址 叫Google Suite真好玩 然后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当你今天做出来的影片 你这下面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别人对你的影片的评价 就是看这个 可以吗? 这个现在你所看到的是不是就很像一个影片在播放 只是没有声音而已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其实做一部影片不是很困难 然后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结合我刚刚的课程来去发布 第二个讯息 就是说要请学生观看这部影片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请先打开 请先打开一个假新增一个分页 请到 请到Google 然后麻烦请切换应用程式到最下面这个 classroom 我刚刚针对这个Google真好 Google Suite 我刚刚针对Google Suite真好玩 我就点下去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就把刚刚录制好的影片 在这边再针对全班来去做宣布 可以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点向全班宣布 然后麻烦请用这个YouTube 然后我就直接输入网址 网址 因为刚刚我已经复制了嘛 所以我就直接到网址这边贴上 他就直接找到这部影片了 找到这部影片之后 就点新增 你看这边这部影片是不是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向全班发布什么 你至少要给他一个标题 决定来说 Google Suite真好玩 这应该是第02单元 第02单元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第01单元 认识Google协作平台 然后第02单元 Google Suite真好玩 然后记得点张贴 点了张贴之后 就是发布给全班所有的人的意识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都会看到有这个新的影片 好 我现在告诉各位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有一个放影片的平台 请问刚刚的影片是放在YouTube的地方 还是放在南亚技术学院的伺服器里面 YouTube 假设你现在你有YouTube的帐号 你是不是有Google的帐号 你是不是在使用你的云端硬碟 你自己个人的云端硬碟 对吧 可是我刚刚我是不是用南亚技术学院这个 后面是不是小老鼠 了GSAT 对不对 点抗 所以我们的影片 请问是放在什么地方 是放在Google的云端硬碟里 还是放在南亚技术学院的某一台伺服器里面 是Google还是南亚 你们有听懂我现在说的问题吗 你刚是不是上传了 对不对 那上传是传送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不是在南亚技术学院领了 只有这段是各位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那你一定会说 那你一定会说 那我今天我把档案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云端硬碟 然后云端硬碟 你是不是可以把档案放在这边 请问这里就在南亚技术学院里面 可是我刚刚那部影片是不是上传 有没有放在这里面 没有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那所以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假设当我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影片因为是上传 上传到那个YouTube 所以呢全世界都会搜寻得到 好 这题用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全世界都搜寻得到有什么好处呢 好 那我应该这样 我应该换另外一个话题 你希望你的影片学生 你已经放上去了 告诉学生说一定要来看 你希望学生要不要来看 当然要啊 而且希望他看两次看三次 看懂为止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些人放影片放在YouTube 他主要目的 他是为了要行销 他为了要去推广 决定来说好了 我把我的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他这样子就有可能认识我 认识我 然后知道我的LINE 知道我的联络方式 他可能有课程要上的时候 他就会写信询问 这样可以理解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YouTube YouTube 你放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觉得是需要宣传的 好 例如说我现在点一下 其实它可以连到YouTube 虽然我现在是在那个Google Google的Classroom教室 然后是不是直接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可是当你今天点选这个YouTube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连到YouTube里 好 现在就在YouTube底下了 那YouTube 其实你现在去看一下这个课程 好吗 我重新去搜寻 重新去贴上那个网址 因为我想要给你们看的是 真的一定要到YouTube 这个 真的都找不到 好吧 那找不到的话 这边我只能换一个主题来去跟你们讲解 就是说 例如说 好了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我的姓名 像例如说 我固定今天 今天早上放的 今天 今天早上我放了一个 叫做这部影片 这是今天早上我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我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简单软体 叫Photocap 它是国人自制的一套免费 让你快速做卡片 海报 大头照 的软体 那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有没有看到 五个小时前放上去的 然后21次的观看量 再来就是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人按赞 当然你现在已经登录 所以也可以按赞 你要是没有登录的话 这边是不能按赞 好 当然你要在有登录的情况之下 你这边可以点我不喜欢 只要是登录 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喜欢或不喜欢等一个设定 好 然后甚至还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 好 那例如说好了 您就可以要求说 学生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写观看后的心得 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所留的言 全世界都看得到 因为这个是YouTube的影片 可以吗 那我也诚心的希望你 就是说 你记不记得我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这个网站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会有这个 这个影片连结 例如说Google Switch真好玩 是不是点它就可以连进去 好 那这件事情是在做什么说明呢 就是说我曾经的希望就是 我看过的影片的学生呢 如果你方便的话 你就在下面这边帮忙按个赞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人 他会就是在网路上随便乱留言 好 只是希望说能够得到你小小的一个回馈 就是请你登录之后 在影片下方按个赞 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边留个言 这样了解 好 那 呃 在这个地方我想 影片 YouTube的一个影片制作 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吧 还有如何跟教室的一个结合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 就是对于那个影片的发布 还有影片如何结合教室 制作现象资源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老师 请问一下 那个 刚刚PVD的一个嘛 那他制作影片的话 他就是 历史的自动播放 对 那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 你可以把声音录制进去啊 因为 PowerPoint的版就可以去收音 它有录制旁白 PowerPoint的它本身有 录制会变外加的 对 你就变成你必须要有麦克风 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声音都可以录制进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5秒1加5秒1加5秒1加5 它可以先进去把声音 在进入声音 是 你可以一边播一边录啊 你可以一边播一边录啊 像我现在就是一边播一边录 用的是Centusia这一套设备 是的 那他的意思是说 5秒1加5秒2加5秒1 例如妳自己设定的 某一张要10秒2 某一张要5秒2 要一先去录制 它先录录好 然后正正在速度以后 用录录的时间来输出 你应该这么说啦 你只要用那个AvroCam 这边 学校系统AvroCam 就直接产生就好了 用AvroCam 那某一张设十秒 就是例如说第一张到第五张都是五秒 第六张设十秒 你就必须要额外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投影片放映 制定放映 设定例如说一到五张投影片都是播五秒 然后到时候是录制这一个 是录制这一个 制定投影片放映 就不是录制 不是像刚那样子的一个输出了 那个排练计时就在做这件事 排练计时就很像说 我这一页我会试着讲一遍 他就录制你花了几秒钟 然后设定好那个时间 然后你就去录制投影片放映 就可以产生您所要的正确的时间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请记住 真正我觉得我们正式在使用的都不是简报这些方式 只是我刚刚只是为了快速产生一份电子素材 好然后几乎我们都是用Evercam 好像所有学校包括我们学校也是用Evercam 所以它输出就是一个MP4档案 所以它是你完全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反正它就最后输出变成MP4 那我不喜欢用Evercam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觉得我们上课过程中会有学生咳嗽生 对不对 老师会去训练 会去带同学做一些事情 这些我都想要把它剪掉 可以了解哦 我只要留下来真正教学的那个部分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我用的是Kentasia这一套 各位下面下面这边也叫Kentasia 各位老师你们也可以考虑用这个Kentasia 它是付费版一千多块 我们考虑用这个提供的那个提供物理的话 它的打卖非常大 不会啊 不会啊 我大概一部影片 我用一千 像上次这部影片 我给你们看多大 那能解析率 好像是六百四个 没有没有 1600成900 那什么话 它只能看到你 我有工作很大的 打卖很大 好几期耶 一小段就要做 我里面已经放了几百部咯 我用了一个512G的随身碟 我里面应该有几百部 还好耶 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用完你可能就删掉了 我只能这样说 我一个随身碟 大概这里面有 应该有一百套 至少有一百套 就是像我们现在录的这样 应该算是半套 我通常 我去承接的课程是 只接一整天的课 这样我算一套 不对 有时候我们是两天的课程 我这样算一套 像例如说好了 上周 上周四的 跟这周四的 我这样我才算一套 就是一个课程 好 大概我可以放一百套在这里面 给你们看一下 好 例如说你看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底下的范例讲义 这是我上过课程的内容 我习惯是把前面先放年月日 所以你就看这是一套 这个像例如说 这个资料视觉化 可能是12个小时 到18个小时的课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上一次 上一次我那三个 两个 其实两个半小时吧 至少两个半小时 我们大概一点多 上课上 我们上到四点吧 所以那个Candasia的档案一G 一G 因为我有五百 我这个随身碟是512G 才700块 这个随身碟 而且还坏过一次 直接拿过去 他说五年免费换新 所以很奇怪 大概两年多 他坏掉了 其实就是坏掉 他就直接换一个新的 他也不问任何理由 他就直接换一个新的 好 那个坏掉是我知道 有一天就是 我把那个knowbook 就是随身碟插在knowbook上面 然后我的knowbook 掉到地上去了 结果 刚好是那个随身碟 保护住 就是我脚去勾住 我的knowbook了 结果他就凹了一点 所以他接触就不好 那他就愿意直接 让我换一个新 好 不过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差不多一个 因为我用的是1600x900 然后两个半小时的课程 大概是1G 但是我觉得还好啦 这个这个500 你有512G的那个随身碟 你可以放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影片 好 那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的影片我放在youtube上面 对不对 没有容量限制 因为它不是占我的云端硬碟 这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你们 就说是占我们南亚的 还是youtube 只要是你从youtube上传上这影片 它不会吃你个人的空间 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就随便的去放你的教材 还有当你今天你把教材放在youtube上面 你这样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会遇到那种网路的很奇怪的人 他说什么 我这一辈子 我遇过一个 我遇过一个 就是他说 我这一辈子 你看过最糟糕的教学影片 就是你这一步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这样一个人 但是真的有那个无数的 就是说谢谢老师 然后感谢老师的分享什么什么 你是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你不能去 反正你就是要 要去放开 就是接纳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 这个这是一件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做出来的影片呢 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你今天做出来的影片 像我最近做的这个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我也会有那个做好的影片 我都放在我的nobu.com里面 我会把它做的解析度是1280x720 好 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你刚刚应该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它为什么输出 它的输出是 这个960x720 那是因为刚刚我们的简报 这个是960x720 我们一般YouTube的影片大小是多少 好 我现在要解密咯 顺便告诉你们一件事 YouTube的影片可不可以下载 可以 你们都会下载吗 都会下载 好 这是 都可以 都可以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就 快速教你们 最快的下载YouTube影片的方法 我先登出 因为你不需要在登录的状态之下 去做这件事 假设我现在我要下载 下载我的一部影片给你们看 好 那如何下载 所以 所以我先到YouTube 你 你也知道如何下载 好 但是这个速度快不快 我们现在比比看 就是我现在教的这个方式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输入你要下载的影片 例如说我就找我的一部影片 例如说好了 就是找到我的就是教学 例如说好了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如何找到孙在阳老师的免费电脑教学影片 好 我点它 我现在想要把这部影片下载下来 对不对 你们也都知道下载的方式 那我现在做法是这样 在Y的这个Y Y-O-U-T-U-B的Y前面点一下 可以吗 在Y这个字的前面点一下 输入两个S S 两个S 不是一个S 是两个S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它就跳到下载的 下载这部影片的地方 直接点这个下载 稍微等一下 这边它就会去下载了 然后这就不要管它了 说什么功勤中奖就不要去管 然后 这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 我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好这部影片在哪里 在下载里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打开资料夹 下载 这边有没有看到 如何找到 孙再阳老师的免费教学影片 有看到吗 有 这个方法你们知道吗 这里就知道 现在是 我一直想要去找 我一直想要去找 你觉得 好像是 诶 可老师 给了一个 在哪里 也有在哪里 还是在哪里 好像要 缩短一个 我好像有 我很想要 就是要改变 有三种方法 有三种方法 一种不是这个 台湾的 台湾 像是大陆的 好像要 取掉一个 P 还是这样 这个 UPE去掉吗 好像哪一个 UBE去掉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可是不管你有哪一种方式 我知道有些人 有些影片是不能这样下转的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如果那个影片 它不能够正常的下转 我建议你也不要下转 尤其是大陆的影片 因为影片可能里面会包含一些 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要和你的电脑反而不好 所以建议大概知道一下 那下转下来到你的本基端之后 你再放到你的云端 放在你的云端 好 这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的 例如说 刚刚我们 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影片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放在 我的云端随身碟 就是我的教室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到我的教室了 不是拒绝教学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登入 登入之后 登入之后 我是不是有我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所以我可以打开我的云端硬碟 然后把我跟 这是跟教学有关系的 我就直接把刚刚这部影片 直接上传到这里 可以吗 那上传到这里的影片 我们就不是点刚刚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连结 我们可以直接连到我的云端随身碟 好 怎么做 我们就到我们刚刚的教室 在这个地方 这个Google处理真好玩 我是不是要再向全班发布一部影片 而这部影片是在自己的云端硬碟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点它了 可以哦 点这个云端硬碟去找 去找 原则上 原则上近期存取一定有 但是通常我们应该选 我的云端硬碟 教学里面 我刚刚放上去的是这一部影片 如何找到孙大洋老师的电脑教学 然后新增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那个第三单元 第第三单元 那个更多教学影片 这样可以了解哦 我就可以去张贴 那我想你们回去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去收信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去看这部影片 好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两部影片有什么差别 这个影片跟这个影片 就是请问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也可以新增 向全班发布 然后去找网路上的影片 给你们看 那在这边也是在看网路影片 在这边也是在看网路影片 可是这两部影片 其来有差别的地方 这个是从云端硬碟来的 他的图示是长这样子 全部都会长这样子 这个图示是来自于YouTube 所以他都会随着影片变化而变化 这个图示是不一样的 这个图示会固定 这个图示就不会固定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像这部影片跟这部影片都知道 这就是来自于YouTube 可以吗 好 那这就是关于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真的花时间 把YouTube影片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如何放在你的教案里面 然后让别人 教室里面 然后让学生能够看到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再继续问的 就是说像你录那个电脑的画面 对 就是您是有装那个特殊的Kentasia 还是什么显示卡 不用 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 那个要好一点的收音的效果 跟品质 因为有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录出来的声音是很小声 他可以如果我用Kentasia 他可以去过滤掉环境音 还有把声音调正常 那你如果那个画面的设定可以看 可以啊 他也是可以看啦 但是变成 变成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知道 你们看一下哦 我在这个地方 我录制上次的内容嘛 我是不是录制了一个 讲义 这边 电脑的屏幕的解析度也有差 有差 那是要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所以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当时 现在也是 我的解析度 我的解析度 荧幕解析度 设定 我就用它越大越好 这边的解析度越大越好 可是 可是 当我今天在输出这部影片 我只要输出才 1280x720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会保持 保持 那个 同比例 然后宽度改成 1280x720 然后 我不要 那个 它这边有两种 有两种的一个设定 一个是什么设定 一个是那个 随着游标 比如说 游标 移到这个位置 它就会只抓 这个区块 如果我游标 移到这个地方 它就只会抓 这个区块出来 这个叫做 随游标 移动 然后改变 影像的 影片的 那个显示 比例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是局部 把这个地方 放大到很清楚 那还有 我不喜欢 动来动去 整个画面 所以锁定 锁定 我的那个画面 我通常我都是用这个 我都是用这种 然后点选OK 那我们现在 去看一下 以现在这个 办例 这是上一次 我们上课内容 所以 我喜欢这一套的 主要原因 这是 上次你们还记得吗 李老师一刚开始 不是在介绍 我们的课程吗 然后接下来 我就准备开始 来去上课 好 那 这一套 这一套的好处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 你现在听 那个声音 好像有点那种 有点那个环境 就是那种糊糊的声音 在这边 它有一个功能 这个声音调整 去除环境音 我们再听听 我们再听听看 应该有比刚刚稍微 清楚一点 清晰 应该叫清晰 再来 这个软体 它的好处 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有人咳嗽的话 我会刻意 把那一句话 再重新讲一次 我主要就是 找到那个咳嗽音 然后把它剪掉 还有像那个下课中声 下课中声 因为我不能控制 那个中声 对不对 所以我会找到 那个中声那一段 把它剪掉 所以剪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就很重要了 像例如说 小声变大声 这边整体大声 这都不需要剪掉 这都是实际的操作 像例如说 这个地方 这边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下课中声跑去哪里 像 像这边 这边 这什么都没有 其实就可以选到这一段 然后Ctrl加X 就剪掉 Ctrl加X就是剪下 因为我要大量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把那个中间 可能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我就把它剪掉 然后最后很简单 就是做输出 档案输出 例如说 例如说 我习惯就是说 假设这一段到最前面 就是从最前面开始 一直到这边 因为我两个多小时的课程 我不喜欢 就是把它就只做成一部影片 我喜欢做成 例如说 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也方便将来 我去找这些的内容 就是你想嘛 一节课 就是方便学生来去观看 一个小时一节课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档案输出 输出的时候请注意 请注意一下 通常输出 我就是把它输出成 那个YouTube最习惯的那种影片品质 就是它 然后接下来预设为1280x720 然后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MP4的格式 下一步 好 这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步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设定档案名称 就好了 然后点完成 那如果说 我设成1280x720 我输出的时间 大概要半个小时 光是输出这件事 它从本来是1920x1080 缩小变成 那个1280x720的影片 大概输出要给它 跑半个小时 制作影片的时间 要半个小时 然后你就可以产生一个 非常清晰 好的影片 谢谢